真的我捡了N年都失败的瘦腿运动 这一次我终于成功把我这个腿给细下来了 这一整期绝对都是瘦腿运气 你们赶快给我看吧 嗨我是李姆的树 欢迎回来 你们看到这期标题先不要着急喷我 我以前的图片虽然看起来 是比较长比较细的 但是我会剔图呀 如果你看我的旧照的话 就会发现相比我比较单薄的上升 我的腿绝对像是菱形身材 我可能初中开始长成一个成人体型之后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瘦下来过 直到今年夏天 我终于把我这个十几年都没有瘦下来过的 小肉肉小菱形 不要碰我 微菱形的腿给瘦下来了 这一次跟着我做这三点 你一定能瘦下来 第一步我觉得跟网上不一样 就是我在今年开始的时候 我接触了普拉提 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给我去报团课 你这种强制性的一周两三节课 那个效果不是说说的 你基本上一个月就能感觉 你整个人都薄了一圈 如果你没有条件 在家我就推荐这个 这个的话最好 最差最差你两天得做一次 如果你比较狠的话 一天做两次 效果会来得很快 后来发现 就是如果你不能怎么发力 一个人在家 就是乱做 用肌肉带肠做的话 你反而会把腿练粗 这一次我学会了 用臀部发力 你那一块有肌肉 对于你底下腿这一部分的现场 有直接 非常直接的帮助 这次就是发现了这个滑点 一下子腿就瘦出来了 这也就是我说的第二点 为什么我刚才腿都很小 但是我却是一个很 就是肉肉的腿 很理性的身材 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 走路方式大错特错 我以前是很爱这样 拖着走路的 去改善我的走路方式 我会发现 我走路可以用屁股带着去走路了 所以现在一个正确的走路方式 会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就意味着 你平时小腿 不用一直去发力 也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 比如说你自己在家运动的时候 你找到这种腿腿方式的感觉 你就不会用肌肉带肠 所以有的时候 就不会出现那种瘦腿运动 你越练发 小腿越粗 越热小腿越粗 就很烦 对吧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我们需要做拉伸和滚泡沫轴的运动 这个太重要了 我这次发现了 为什么大家想想拉伸 但没有 时间不够 就尼码一周找那么三次 半个小时 四十分钟的时间 你狠狠地去拉伸 而且你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疼 然后我这里给大家推荐几个动作 然后拉伸完了 就滚泡沫轴 而且是非常疼的滚泡沫轴 你一块肉一样去对待 去拉它 去揉它 最后它那些水肿啊 消肿能力都会慢慢的下去 好 大家如果学会的话 一定要给我打卡打起来 我觉得基本上坚持一个半月 一定能看到一些 会消肿消肿的效果 然后如果有效果的话 你不要忘了 回来给我交作业 还有给我点一点 关注我的评论